2019年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10月25日晚在福建省福州市拉开帷幕 赛事吸引了两岸16支大学生球队共同参与 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捉对厮杀切磋记忆 当天的节目战在北京大学队与台湾践行科技大学队之间展开 场上两支强队狭路相逢 球员们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远投三分 篮下强打 两队比分交替上升 四节比赛下来 台湾践行科技大学队最终以86比78击败北京大学队 获得揭幕战的胜利 他们的打法就是小块铃 然后他们的外线投篮要比我们大陆的投篮要准一些 然后包括他们的传球意识都是要比我们强的 也是促进我们海峡两岸促进促进两地的一个文化交流 包括篮球交流 然后也是互相学习的一个状态 台湾践行科技大学队是台湾高校中的一支老牌竞旅 此方来福建参赛 球队派出了主力阵容前来交流 队员们也希望通过此次赛事与大陆球员互相交流学习 相互取缠不断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来学青夜 然后去来学他们的球风 所以应该是交流 然后再来才是胜负 赛前的开幕仪式上 12名优秀小篮球运动员们做了精彩的表演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为小篮球项目表演开球 采访中 姚明也给两岸的大学生选手传授经验 记者注意到 此次参赛的16支球队 都是来自两岸的顶尖大学生球队 其中 大陆的8支参赛球队 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南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浙江大学 山西大学 北京华工大学 华侨大学 而8支台湾参赛球队 则有台湾践行科技大学 艺首大学 台湾施放大学 高雄施放大学 台湾艺术大学 中州科技大学 台北市立大学和堪林大学 这次来就比赛很大 来体验这里的篮球文化 我们就是透过这次来比赛的这些经验 然后提升在我们球队的实力 然后在之后在台湾的联赛会有好的表现 根据赛程 10月26日至28日 16支球队将分别在福建的泉州 厦门 兆安 大田 龙岩 五个分赛区展开当学化赛 赛区前两名晋级在龙岩举行的第二阶段决赛 29日起 后8名排位战将在顺畅举行 最后的冠军会在11月1日产生 主办方也希望以篮球为载体 以运动为媒介 促进两岸大学生体育交流 为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友谊桥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